6月初,赵耿杀的网控女儿求求,判明,赵亦涵一段视频的形式公开新恋情,并配文我很开心有人能包容我的任性,做我的白马王子。 爆料称,赵亦涵的新男友是为富二代网民叫东关小降虎,是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儿子,身价几十个亿,最多一次在赵亦涵的直播间刷了七十多万虚拟礼物。 或许是这样的门单户队,赵本山一直没站出来反对这段恋情,可恋情仅公开一个多月时间,赵亦涵的富二代男友近日就公开宣布分手,同时透露分手是因为赵亦涵在交往期间,对他各种欺骗,一次只看上了他的前而非他的人,以一句胳膊领不过大腿无奈分手,言语中尽失委屈。 且随后还将微博内容清空,只留下一条临续一周。 明天开始,给你们介绍一下生活的动态,并配有他跟赵亦涵的合影卡通照。 日前,有网友版出网名为关东小降虎的账号,一次是赵亦涵刚分手男友的小号,账号简介为默默吐槽的小号。 第一条微博时间,是2017年12月31日,确认并非新注册小号,其微博内容都是信于乐圈事情,并非针对赵亦涵而特意注册小号,基本能确定是赵亦涵前男友的小号。 从7月30日开始,也就是本周一,这个疑似小号就连续爆料有关赵亦涵的隐私内容。 第一条内容就是重申7月28日爆料,关于赵亦涵交往过好几个男朋友,在组配上,合影卡通照,求求男朋友多得很,怎么可能就交过一个。 随后又发文骂赵亦涵是整容女士气惊,否认赵亦涵为一条鼻子一说,不料她其实是变脸,连眼睛,眉毛,嘴下巴,脸型都全部整容过。 还透露赵亦涵从17岁就开始整容,深吵靠整容吸引粉丝的赵亦涵,其内心深处是自卑又狂恶自大的人,言语点评很是犀利,虽然外界对二人分手的真正原因并不清楚。 但分手后更多的应该是祝福而非指责批评,更不应该把前任的隐私曝光出来并妄加点评,对这位富二代的做法,很多网友表示不能接受,认为她又想好黑照意还实在缺德,对此。 你怎么看待,别人的脸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